今天的机场格外冷清 本以为这个时间人会很多 所以选择早到了一会儿 没想到从办理登机牌 到通过安检只用了三分钟 刷新了我过安检最快记录 希望这样的记录以后能够不断刷新 最近心情超好 刚陪完儿子参加了今天幼儿园的开放日活动 立刻又要踏上新的旅程 直到去江苏滚山 参加上市公司精力科技股东大会 算是出差 还是算做旅游 其实就是借出差的名义出去旅游一圈 时间是自己的 没有束缚 没有烦恼 明天在酒店一觉睡到自然醒 养足精神 自驾车游遍江泽户 旅行在远方第七季正式开始 早上一碗桂林米线 仿佛带我再次回到云南 牛杂米粉加上辣汤的味道 品尝起来比云南过桥米线更加美味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江苏 同样的心情不同的感觉 十几年前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这里 走过南京 无锡苏州等知名地方 此次我要自驾车补回上次的遗憾 去一些曾经想去但是没有去过的地方 享受自由的时间 感受江南清新的空气 从昆山驾车三十多分钟 就来到第一个景点 天登古镇 这里是苏州滚去的发源地 空气中弥漫着稀取的韵味 人们生活安逸祥和 没有城市的宣泄与繁琐 独自旅行没有跟随旅行团赶闯的烦恼 仔细品味这里每一个角落 总是能发现一些惊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流连忘返于古镇 感觉这样的美誉放在这里一点也不为过 千登镇25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 有空局 年夫古煞 少庆寺一之人 最知名的还是顾延武故居 故事男载宜安堂 现存武镜明清建筑 凋梁画洞 故居原来占地六亩 已扩置六十亩 其中顾延武墓壁和顾延相连 形成墓 词 厅 一体的园林布局 在千登由大户名载 构成的古建筑群中 最值得称道 为千登诸景之首 我是财君 我与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我与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你一起旅行在远方